大家好,我是虎哥 今天我們來聊一個神奇的五種 麒麟 在中國的神話體系里 有不計其數的神獸 其中與日常聯繫最緊密的 無外乎三個 龍、鳳和麒麟 俗話說 靈甲以龍為斬 飛青以鳳凰為斬 而走獸以麒麟為斬 前兩年在晚上 有人宣稱拍到了麒麟照片 還傳出一組清朝末年的麒麟照 造型很有質感 照片清晰度也很高 瞬間引發網絡一片嘩然 難道麒麟並非人們意想出來的神獸 而是真實存在的生物嗎? 如果存在 它跟虎哥之前好幾個視頻 講過的龍 有何關係呢? 今天虎哥就和大家 一起去麒麟的世界走一走 話不多說 我們出發吧 期末麒麟照事件 2018年8月份 網絡上突然爆出幾張 神秘動物的照片 照片的解析度極高 畫面中有兩位神秘的人士 帶著兩隻從未見過的動物 地上還有被吃掉一半的動物屍體 背景是中國建築風格的梁亭 期末麒麟照就此傳開 一時間 麒麟這種傳說中的動物 是否真的存在 在網路上是吵得沸沸咬咬咬啊 我們來仔細看看這張照片 照片中出現了兩個體型巨大的神秘生物 左邊那個頭上有長角 頭部按比例占了身體的一半左右 頸部有熊獅一樣的棕毛 還有左右兩根飄飛的鬍鬚 背部有各種凸起 另外還有一個非常類似恐龍尾巴的尾部 右邊那個頭上也有腳 但比較粗壯 頭部有些像鱷魚和牛的組合 頸部大於頭部 背部有尖角凸起 尾部也與恐龍尾巴相似 這張圖片應該考慮了 雌羞兩種麒麟的外觀差異 因為據古書記載 麒麟分為兩種 齊是雄性 而靈則為雌性 所以從畫面上看 左邊那個有獅子棕毛形狀的應該是雄性 而右邊那個則為雌性 後來有人爆料 這些所謂的清末麒麟照 都來自一個微博大佬的主頁 他是一位CG大師 這些作品出自他的一個叫做《古墓成金》的系列 地點是空墓寺 當然這個寺廟也不存在 是他通過建模和綠幕抠圖製作出來的 看看這些照片 這水平足以以假亂真 讓虎哥不得不服 這些清末麒麟照應該是假的 但世上真有麒麟這種生物嗎? 和龍一樣 麒麟在很多人看來 也只是停留在神話或者卷軸中的動物 《禮記》中寫道 《靈鳳歸龍,未知四靈》 可見古時候麒麟與龍鳳一樣都是神物 那麼麒麟這種有著身形四馬四路 頭部如龍 尾巴似牛的動物是否真的存在呢? 《古記》中記載的麒麟都是有血有肉 似乎令人不得不信啊 比如說 歷史上有很多名人都聲稱見過麒麟 據說孔子降生的前一天 有一隻麒麟來到他家的門前報喜 所以孔子一直認為自己和麒麟有著不解之緣 甚至魯外公捕獲了一隻疑似麒麟的動物 還請孔子專門來鑑定到底是不是麒麟 孔子左看右看 確認這個動物就是麒麟 但看到他被捕殺的樣子萬分傷感啊 自那以後便不再寫書 嘗嘗自己一個人流淚 沒過多久 孔子便離開了人世 我們想想 連這位不與怪力亂神的孔聖人 也都如此相信有麒麟存在 可見在儒家文化里 抱有類似想法的人應該大有人在啊 明代中的史著《萬利野貨邊》 曾有多處記載麒麟出生的說法 書中記載 成化年間在江蘇一帶一頭牛生下麒麟 人們認為古怪便殺了 家境年間山東遼城一亩牛產下麒麟 看出生就乾啃了一個鐵器 農夫建制大陸便殺了 萬利年間河南觀山縣以牛生麒麟 出生時自帶官犬 搞得司令以為家中起火紛紛趕來救火 見識怪物恐怖極力殺了 還是萬利年間 正將抓了一頭異獸 斬得和之前牛所生的異武婆相 被亂棍打死 清代的青史稿中 也曾記錄了民間多地出現麒麟的事件 也多半論為被剝皮打死的下場 就不一一略舉了 看到這些記載 虎哥總覺得麒麟好歹是一個神獸啊 這輩子也混得太慘了吧 連一條狗都不如啊 動不動就被亂棍打死 這樣的神獸不當也罷 麒麟是龍亂交的產物嗎? 從以上所見麒麟記載中 出現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那就是 這些麒麟都是由牛所生 好端端的大牌神獸 怎麼跟牛扯上關係呢? 《華蘭子》中記載 一龍生劍馬 劍馬生麒麟 這樣看來 對麒麟和龍還存在某種祖孫關係 在民間五龍時 有時就會將龍身縮短用來表示麒麟 至少從形態上看 兩者還頗為相似呢 但後來民間有句俗話更為流行 叫做牛生麒麟、豬生象 也就是說 龍和牛啪啪啪生出麒麟 龍和豬黑羞生出大象 原來在古代 關於麒麟有一個特別有意思的說法 古時候的百科全書《五雜祖》中認為 龍性最盈 故與牛驕則生靈 與史驕則生象 與馬驕則生龍馬 及富人欲之亦有為其所污者 這個過程就不解釋了 屬於不可描述的畫面 自己去勞補吧 沒想到吧 如聽下來神聖且神秘的龍 在古人文人眼中竟是最盈 而秦林降生正是得益於龍的處處留情 直白點說 龍和牛是秦林的親生父母 這在前幾年倫敦蘇富比 拍賣的一個特別專長既有體現 但是有一件產品 為清代清育臥牛秦林擺件 構型就是一頭臥牛正在舔視秦林幼崽 表現出嗜毒情生的場景 當然這樣的說法似乎也有些道理 從秦林的展現來看 就是一個龍與其他生物的互合體 如果說武雜祖要栽贊龍幹了這等臥龜之事 估計連龍自己都沒法否認 原本我們認為這些都是無稽之談 但在2015年有報導說 台國水牛曾經產下一隻頭絲鱷魚 又鳞片覆蓋的神獸如土所示 難道古代所謂的秦林 就是這麼一個基因變異的牛怪胎而已嗎? 麒麟是長頸鹿嗎? 鄭河下西洋時候 曾經帶回一隻傳說中的麒麟 引起朝野轟動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 當麒麟進入大明國土 沿途步入宮中的場景 那鎮時、那場面 那一定是鑼骨熏天人山人海 永樂大帝見之也是高興 金口一開便讓畫師畫下了此景 於是就有了劉芳後世的這幅畫軸 咦,這也叫麒麟啊 明明就是長頸鹿嘛 畫是沒錯 可畫中右上角清清楚地寫著 麒麟二字 真是有圖有真相啊 可能是《索馬里語》中 長頸鹿是Giri 正好和麒麟發音類似 而這個長頸鹿正好是有體子、有腳、有尾巴 於是便被鄭河等人視作了麒麟 可是麒麟不是有靈片的嗎? 別擔心 古人一貫按腦補 這花紋不是跟靈片差不多嗎? 於是這圖還有其他的版本 清朝人成章就尼摩並加工成了下圖這樣 還有人畫得更誇張 下面這幅齊麟圖簡直是長頸龍啊 為什麼朱棣等人這麼重視長頸龍 一直認為他是齊麟呢? 因為朱棣是篡位誕生皇帝的 但是民心不穩 而齊麟這種瑞瘦的出現 就意味著天下太平、聖人在世 成功轉移了國內矛盾 於是一個全國人民共同演出的大小花由此誕生 明朝末年之後 大家都知道那根本不是什麼麒麟 而是長頸龍 也不會腦殘粉地去膜拜了 但在日本似乎很晚才意識到了這點 以至於到了今天 日本文字仍一直用麒麟來稱呼長頸龍 既然都提到了長頸龍 現在很多人認為 有一種被稱為古長頸龍的薩摩鱗 也許就是傳說中的麒麟 它的兩個精華分支 其中之一是禍加坯 另一個分支則是長頸龍 這個斬角的頭骨化石便是薩摩鱗 似乎看起來還真有那麼的意思 有一種觀點認為 人們可能是以薩摩鱗為原型 將各個動物的某一特徵結合在一起 組成了麒麟的樣子 不過那薩摩鱗最近也實在太過遙遠了 生活在2000萬年前 而人類始祖在大約20萬年前才進化出來 而有文字的維命才不過幾千年 薩摩鱗這種史前生物 在史前人類出現前就已滅絕了 這樣看來 即使薩摩鱗是麒麟也無人見到 難道是古人偶爾看到薩摩鱗的化石 然後據此構想出麒麟這樣奇特的生命生物嗎? 或者薩摩鱗並沒有在史前就滅絕 而是有少數一些僥幸存活下來 然後被古人偶爾撞解 從而就有了之後的各種記載 對於這些我們不得而知 說實話 當虎哥第一次看到那幾張清末的麒麟圖史 心中還是非常激動的 還是很希望那些照片是真實的 至少這樣可以說明麒麟這種神奇的物種 還存活在我們世界的某個角落 即使我們無法看到無法觸摸到 但能知道它們還存在 就已經很開心了 不管怎樣 如果麒麟真的存在的話 祝它們一切安好吧 另外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看我之前做過的好幾個龍的視頻 裡面詳細說明了 我對這些遠古神秘生物的態度和看法 好吧 今天就到這裏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第一時間看到虎哥的新視頻了 我們下期再見吧